恭喜你 可以可以可以 大家好 麥麥麥 你的旁邊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Linux Pilot的Kennis 我從香港來的 大家應該在外面可以拿到這個雜誌 介紹前線所有故事 我們是雜誌 我們會有發行通路 每個月我們就是打電話給發行通路的人 問他我們是Linux Pilot 賣成怎麼樣 通路每一次都反問 欸 你是什麼啊 我是Linux 欸 你什麼啊 你知道那些大哥就是這樣嗎 那後來我們發覺他們就是為了方便他們的工作 為我們改一個中文名字 Linux 就是 他說還有你們數很重啊 那 就是我們就是想 為什麼會這樣子 因為Linux跟Open Source 那最多的東西都不好講 對不對 跟別人說 我來Cross Cup 我來幹什麼 你們是幹什麼 大一般人幹什麼的 對不對 那所以我們就是在想 我們怎麼解決這個問題呢 我們就是想普及化 上文化 那怎麼可以做這個效果呢 我舉了一個例子給大家聽 在日本叫311地震嘛 那311地震之後呢 有人在 有日本人來的 他們在24小時境內做了一個網站 這是這個 這個網站是什麼呢 這是把那個從Twitter收集回來的東西 發放出去 那好多人都用 大家有沒有有人在311在日本啊 沒有啊 我在 那天呢 真的啊 那天呢 電話不能用 但是Twitter能用 很奇怪對不對 那這個是之後呢 你看紅色那個是Twitter的數量 那大家可能知道那個是什麼是用那個叫 什麼USHA HIDI那個東西做的 那個東西是Open Source的東西 那之後 上月24號 日本有個網站叫 現代business 這個是很普通的新聞網站 他們就開始說 欸 他們發現這個東西原來是Open Source的 然後就是講Open Source的東西 在檢舉之前 從來沒有日本新聞媒體 講Open Source的東西 這是第一次 那 這就是 這就是一個例子 就是為什麼 怎麼講求生活的話 那 我們就是要改成這樣子 那改成這樣子的話 要怎麼樣呢 要大家幫忙呢 因為我自己寫不了我們東西 那所以我們就是想 有一個英雄會 就是如果大家有什麼 有關Open Source的 有關Linux的 有關Android的 iPhone的 生活應用的東西 很歡迎來找我 然後 介紹一下那些東西 那些技術文章 那 我們 還有 你的文章還有機會到帶路去 因為我們現在有剪輯版 還有 我們另外有一本 就是講商業 solution的雜誌 就是這樣子 那如果大家有文章的話 歡迎告訴小弟 謝謝 換 換 換 跟他交換 謝謝 那個 幫 好